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小朋友打针家长就比较紧张 其实现在初步会不会看到副作用是否跟成年人差不多 还有会不会年纪越小的副作用会越小 其实看回一些第三周临床报告 在新年人英雅雅出的几千人数据 12到15岁 我们看到整体的副作用都是轻微 而且保护率是很高的 100% 所以家长和小朋友都不需要太担心副作用 大部分副作用都是局部副作用 譬如一些冤痛或者疲倦 甚或是一些轻微发烧的情况 整体相对比较大人 其实反而副作用相对是少一点的 跟年龄是否有关系 我相信跟年龄有关系 还有整体可能小朋友的免疫系统 未是很完全是发展 那个也可能是有些关系 但是差距不会那么大 就是不是那么大 就是成年人和小孩的副作用 相距不大 因为现在是12到15岁 就是差不多成年 那变了其实那个分别是应该不大 刚才你讲到小朋友的副作用 可能未必好像大人那么多的时候 其实现在通常打针之后都要观察一下 那个休息时间是否可以再短些 还是都是维持15至30分钟的观察期 还是怎么样 都是一样的15到30分钟 视乎他那个本身有没有一些 譬如有些敏感的情况 那些的情况 一般来讲都是15到30分钟 副作用反而跟大人差不多 但是现在近日不少人都会关注到 就有些外国的数据显示 其实就是特别是 就是那些年轻人打了之后 男性就会有一些轻微的心肌炎 是 除了这件事之外 有没有其他是特别在小朋友身上 才发现到的一些比较多些 或者普遍一些的副作用 其实整体来讲 我们发觉有一个比较多的情况 其实都很轻微 或者其实都很少的 就是讲心肌炎 那心肌炎都是讲的是 100万里面有16个 而绝大部分都是很轻微的 那基本上是有些胸口不舒服 或者一些譬如是 轻微气速的情况 那基本上休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可能讲一星期 那个复原基本上都接近九成 那现在都是初步的数据 那其实在美国CDC 其实都在做一些监察的情况 去看回这些年轻的男孩 他们最后的情况 和那个康复的情况 会是怎样 譬如当局就着这方面 始终虽然说轻微 但是关乎的心臟 可能家长都比较紧张的 那譬如说政府那方面 或者你委员会自己怎样建议呢 就是明天就开始打了 小朋友 其实整个接种反应的监察 和一般成年人的监察 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其实我们做法都会是一样的 那基本上都是透过 那个通报的机制 去做那个的一些跟进 但是我们就会是 可能会是在疑科 或者心臟科那方面的专家 在委员会里面的专家 就会是紧密一点 就是我们可能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些 如果有这些个案 我们都会做一些很 很详俊的分析和监察 就是以往如果一般成年人 就未必是每一天这样去做 可能都是隔一两天做 就这样子就会密一点 没错 还有可能我们都会是 跟那个市民 也都会是说回 如果真的有这些个案 我们会是即时就会 跟市民去公布 或者是说回那个 他的情况是怎样 或者是那个的关联是怎样 让大家有一个 比较高的透明度 这个是集中呢 就是对应回可能 有小朋友他打针之后 可能他出现了一些的 就是轻微心肌炎的情况 还是扩阔到比较 就是其他 严重的异常事件都会是 其实整体的异常事件 我们都会做的 但是in particular 就是心肌炎 我们就会是一个重点点 因为已经有一些的报道出了 虽然都是比较 其实都很罕见的 但如果譬如去厘清呢 就是两者的关系 难不难的呢 这件事其实 就是譬如有些人可能会说 小朋友一般会不会 通常多不多人 会有这个 就是轻微的心肌炎呢 如果一旦出现了 这个心肌炎 而之前又打过针 那是不是就通常 都是跟打针有关 还是怎样呢 其实因为已经有外国的报道 那变成我们的工作上 是容易一些去厘清这个 的关系 通常跟那个时间有关系 譬如打完针之后 可能讲的是 24至48小时 就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或者去到一星期都有机会 那另外又看回就是 譬如小朋友本身都没有这些问题 很健康的 是打完针之后 有这些这样的 轻微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到 其实跟那个 就是加起来 那个临床的数据 和一些 譬如心肌酵素 那这些的 或者是心电图 那我们就已经知道 跟那个 就是疫苗接种 可能是有关系的 经常讲到 就是预防性于治疗 就是有些家长都会想问一下 就是根据外国的数据 其实有没有一个 就是看到一个共通点 就是说哪一类小朋友 或者他本身 会不会有些什么 就是慢性病 或者什么的 就是身体状况 才会导致打针之后 容易去出现一个 就是轻微的心肌炎呢 暂时都没有这些数据 那我想是主要是 其实是监察住 还有是那个 休息很重要 那就是包括 是之前 刘云龙教授都说过 就是你可能 不要做劇烈的运动 打完针之后 其实可能都要 如果学校可以的话 譬如现在都考了市 那你可以是放假 又或者是 那个星期都不要有任何的 比如运动会 或者是劇烈的运动去 去参与 或者是比赛 那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做法 但是就是 如何去定义劇烈运动 你知道小朋友 跳跳扎打完针 可能才有说 副作用 比一般成年人 都可能有机会是少些 那他们打完 觉得没什么 周围走周围跑 那家长怎么去处理呢 其实这些就不需要太担心 就是普通走动 就是说的是 譬如一些爆发性的运动 就是譬如一个短跑的比赛 又或者是一个 比较劇烈一些的 譬如足球的比赛 比较长时间 那些就需要去避免 所以打完针之后 可能我们都建议是 过一个星期 都不要参与任何的 劇烈的运动的比赛 那就会是最好的 刚才你讲到 就是心肌炎是比较轻微的 那譬如家长都会担心 那好回要多久的时间 还有会不会有效违症之类 其实 不会的 基本上我们见到 现在在外国的数据 说的是 超过九成的人士 其实都是会好回的 基本上是一个很短暂的情况 所以就不需要太担心 另外这个问题 就是有不少家长都会担心 因为经常打针 最好就是身体 不要有很多过敏的反应 但小朋友好而有 一些敏感的情况 加上都不知道 那些是否严重的敏感 那究竟接种之前 是否需要先咨询医生 还是其实一般普通的敏感 就没什么所谓呢 其实一般的普通敏感 是不构成一个 不适宜接种的情况 那基本上 譬如是烤喘 一些 譬如是轻微 以及一些 食物过敏 那些其实基本上 都不会有问题的 唯独是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 那小朋友 对于有两种的药物 或以上的敏感的情况 那我们就建议是 先找了敏感科的专家 或者去那个敏感门诊 做了一些的测试 那才去接种那个疫苗 以你所知 现在其实医院局 都有一些的 所谓敏感科的门诊 过敏门诊 会不会另外 会成立一个 给小朋友 另外一条队 可以看快一点 去做一些过敏测试呢 可能都会的 但是现在都知道 其实那个过敏门诊 本身都 那个等的时间 都比较长 那可能会 如果真是有 儿童的接种者 那可能就会有 另一个的安排给他们 让他们会快一点 可以是见到医生 这个是定了 还是 这个还没决定 刚才都说过 就是说 小朋友的那个抗体 其实都是比成年人高 有些说法就是 高成1.8倍 在这个成效上来说 其实会不会小朋友 打了之后 对应对那个变种病毒 理论上可能会再强一点 甚至可以应对到 这变种病毒呢 根据回以前一般 我们做的免疫的测试 如果你的所谓的中和抗体 是比较高的话 对于一些变种病毒 即现在说 可能已经做了测试 包括南非 英国 这些国家的变种病毒 那个保护率 和抗体整体来说 都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 如果它真的抗体是1.8倍的话 有机会对于这些变种病毒 那个的保护性 是会比较好 还有第二样东西 就是那个持久性 可能都会长一点 但是都是要再跟进 才可以知道 就是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来 即港大会不会都会跟进 以及小朋友方面 那个抗体方面的变化 那其实之前 广大就是刘雨龙教授 他那个研究团队 都已经做了一些的 研究 比如说是在儿童 在用福必泰 用科兴的疫苗 那他们也都会跟进 我相信会跟进 这些的接种者 这些小朋友 他一直以下去 比如说是半年 或者一年的抗体的情况 明白 一说到现在那个年龄接种 就降到12岁 那些人就会问 我可不可以再进一步说呢 你觉得有没有需要 就是进一步去 降低那个接种年龄 还有就是现在其实不同的 比如说福必泰 和科兴那个研究进展 如果再降低的时候 他们现在研究成是怎样的呢 其实逐步都会降低的 就是我知道譬如是 福必泰其实在外国 已经做着一些 第三期的临床的研究 那讲的是去到 比如说六至到十一岁 或者是再小一点 可能讲的是 甚至六个月大 好像流感那样 到六岁那些的研究 那我相信是 慢慢逐步 跟不同的年纪 就会分阶段去有这些 第三期的临床研究 是会有些结果出来 那到其实呢 我们如果发觉是 12到16岁的那个年纪 都是讲的是 抗体很好啊 保护性足够啊 和很安全的话呢 那我分阶段 我相信都会是 慢慢去推倒下去 这个年纪 你都觉得有这个需要 没错 而且很重要 为什么要接种 儿童要接种呢 其实他们的病征 都是很轻微 但很重要 就是他们是 会带有这个病毒 那当他带有这个病毒 其实他就好像 跟流感一样 可以在家里 是传播给他家人 尤其是老人家 那如果老人家 假设他真的没有接种 或者他整体 就算接种了 他的抗体不高的话 尤其是对于一些变种病毒 他有机会是 有一个感染 而导致到 那个的 可能是一些 拼法症或者死亡 那变成呢 小朋友接种呢 其实很重要 就是有一个 所谓的群体免疫 去保护他的家人 尤其是在说老人家 好啊 暂时和你聊到这么多 稍后回来再讲 欢迎回来 讲清讲楚 继续和今集的嘉宾 新冠疫苗 临床事件评估 专家委员会 和赵十人孔梵毅教授谈下的 教授上一节就讲到 就是后生世大針 这一节就讲讲整体了 见到其实近日 那个接种率 其实是不断地上升的 你们自己的委员会 有没有监察过呢 即是那些的 副作用里面 有没有一些新的 或者比较罕见一点的 一些的接种反应出现了呢 没有啊 其实整体我们发觉 和之前的情况 其实都是差不多 反而还见到 真的那个 譬如说是一些 严重一点的併法症 或者死亡的个案 相对地是少了 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和那个 接种年龄 是低了 是有关系 是 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士 本身的身体 都比较好的人士 接种 那变成真是少了 这些的 就是严重的事件 是出现 就是何谓少了 即是有没有些数据 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 我们基本上 比如平时讲的是 可能严重的 讲的是 每次开会 讲的是 每两星期 可能都有 几十宗 但现在可能见到 都是讲的是 十几二十宗 就是那个 整体的数字 可能跌了 两三成 或者一半都不定 严重的意思是 就是有没有这个定义 或者范围是怎样 严重当然包括 就是譬如死亡个案 或者一些 要入院 就是说要入院治疗 尤其是一些 那些 譬如四级五级 譬如真是 中风 或者是一些 心肌梗塞 那些的情况 那现在见到 相对地 真是比较少了 嗯 早前呢 就有一个 根据这些报道 就有一个 讲解的 男医科生 那他就 就急性中风 入院了 那他在 入院之前的 四天 就打了第二剂 就是伏必塔疫苗 其实他的情况 现在是怎样 还有就是 他其实和打针 有没有关系 看到就是相隔四天 其实我亲自 有去探过他的 上星期 那他的情况 都进展得很好 那他基本上 是有一些 轻微的 所谓面显的情况 还有有少少的 口齿方面 是有少少不清 但是整体 他行动自愈 还有他本身 也都是 那个康复进展 也是理想 那我们最终 看到就是 那个 他的磁力共振 看到 老磁力共振 就是看到 他有一些 不正常的血管 那这些血管 就导致到 那个中风的情况 那和疫苗接种 是无关系的 就是在打疫苗之前 已经出现了一些 就是不正常的血管 他本身有的 就是我想是 可能是一些 所谓天生的情况 是 但是当然他没有病症 但是 真是不幸 就是今次 和刚刚 那个时间 是有点吻合 但是 我看见就是基本上 和那个疫苗接种 是无关系 就是直接间接 都是无关系 另外就是一个 大家都比较关注 就是那些 面痰的情况 其实一直见到 都政府的一些公告 都会有出现的 有些有十多钟 好像还要多些资料 才能够评估到 现在你见到 其实面痰的状况 有没有说 就是有一个上升的情况 还有就是说 可否评估到 就是是不是和打疫苗 是有一个关系 还是怎样呢 那我们其实见到 整体就是 譬如福菲塔来说 他已经列明了 是有这个的可能性 虽然其实都是 很 很罕见的情况 那么 在这个 就是方向疫苗那里 其实都 我们见到有些面痰的个案 我们见到 比较上 是特别一点 就是男性 多一点的 还有病化的时间 都是 比较多一点 是在48小时 接种了之后 就出现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 基本上都是 在香港大学 就是 黄教授那里的研究 其实现在都在做 就是看着 是不是一些的 就是有些 一个信息走出来 那我相信 那个分析 在可能几星期之内 就会有一个的结果 那 就会公布 是 讲究竟 跟那个疫苗接种的关系 怎样 还有会不会有一些 比如说 男士 或者某些岁数 是会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见到 是有一个所谓的 就是信息 就是我们叫信息 在那里 但是 之后那个 那个详细的研究报告 我们都还在等着 就是几个星期之后 现在有没有见到 其实集中在 就是哪一个年龄层的男士 是比较多一点 其实那个接种年纪 都是讲的是 就是30到60岁 但是我想 那个关键在于就是 其实 那个情况 其实都还是很罕见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还有第二件事 就是那个 康复 其实九成都会是 完全是康复的 那最重要就是 尽快是接受那个治疗 那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委员会 在这个月的月初 其实就是 那个情报 那个死亡个案 就有一个改变的 这样 以往呢 其实就可能是符合到 那个 可能是在打针之后 药干的 好像14天之内 那如果你有个死亡个案 就会情报 那最新的做法就是 要有一个潜在关联 那才会是去公布的 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想法 或者 为什么突然去到 就是打了三个月之后 才有这个想法呢 其实我们看到三个月之后 我们看回一些 就是所谓的死亡个案 我们做了一些很 最详细的分析 和看回搞一份报告 我们都发觉 和那个刑民之中 是没有关系的 那所以呢 我们希望呢 就是比较清晰一点 就是真的有一个潜在关系 先进去做那个通报 那变了呢 就不会有一些 就是所谓的 乱的 或者一些 比较 confusing的一些 的讯息 给观众 给这个市民 但是我想 现在我们都会有一些微调的 就是现在我们都看回 尤其是因为那个 接种的计划 已经伸延到一些 就是说的是 12到15岁的年轻人 那所以我们会是 再可能会微调 那也都可能会是 比较 密小小去公布 就是如果真的 和那个疫苗接种的 的关系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譬如可能 一星期或者是比较 就是时间短一点的公布 等市民是比较清晰的 知道是和那个疫苗接种 是譬如真的有没有关系 和那个的 就是 譬如一些的 解剖 的报告 会早些是和市民去通报 就是说你现在譬如说 把它微调 那个微调的方法 就是有 因为现在是有潜在关联 你才会公布的 那就是说 接下来的微调是 没有潜在关联 都会照公布 不过就不会是 每日好像以前那样 就是上个月那样 就是每天都说 可能是一至两个礼拜 那样去说 还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能在说 就是我现在都没有 就是还在谈 那可能在说 是一至两个星期 有一个 比如可能一星期 一个统计式的一个公布 那又有多少的个案 是14日之内发生 那和那个关联是怎么样 那变了是比较透明 因为我们很重要是 就是市民是有一个透明 还有知道 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那也都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解释 那但是就可能不会 就是逐个个案去说 可能统一去说 那和也都会很重要 就是给回一个 的所谓的基线 就是那个星期 有多少这些个案 那我们就去和 给市民去 去告诉他们 其实都有这些个案的 就是就算不打针 都会发生 那其实这些情况 出现是非常之少的 为什么会 就是两个星期之内 又有想过一个微调呢 是不是见到外界的反应 都有很多不解 对于你们那个改变的方式 就是害怕影响了 就是专家的公信力 或者委员的公信力 所以再改呢 其实 其实有几个原因的 因为包括是那个 就是伸延到一个 就是现在说的是年轻人 那还有第二样东西 就是那个 接触人数又多了 那还有我们想 不要市民有个误解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不说 还有我们说回就是 其实我们想 保持那个透明度 让市民是可以知道 譬如真的有这些个案的时候 我们做了那个分析 或者解剖 或者一些初步的临床的结果 就显示和他们的疫苗有没有关系 那我想说了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还有第二样东西 就是和那个基线有那个比较 那之前可能有专家都说过 可能会不会是 譬如430那时候 都说了那个记者 就是记招的时候 但是可能现在没有了这个的情况 那我们可能就在说 在另一个方法 去说回这个 和那个报告一起去出 刚才你讲到解释 那里会解释 为什么它没有关联 或者为什么有关联 其实有几详细 以往你们会讲得很清楚 有些什么病史 那接下来 是否都会用这个方式去呢 我们未决定怎么去做 但是我想可能是 会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说法 或者是说 有几多个个案 那他们的简单 是没有一些长期病患 和那个的关联是怎么样 一些初步临床的结果 或者是说是一些 可能已经做了那个解释 那变了市民就会很清晰 是原来跟那个疫苗是接种 没有关系的 那这个就会比较是混淌 好啊好啊 多谢你上来 我们说清说错 下次再见